中共病毒肆虐厄瓜多尔 3月16日 厄瓜多尔的总统莱宁·莫雷诺宣布 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17日开始实施宵禁 24日官方公布确诊超过1000例 当地殡仪馆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只好在医院外搭建了临时的太平间 由于木质棺材短缺 政府不得不用硬纸板来代替 而雪上加霜的是 厄瓜多尔主要的原油管道4月初受损 大部分的原油出口被迫停止 而这是该国主要的收入来源 厄瓜多尔总统表示 该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紧急状况 那些受到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国家 似乎有一个共同点与中共的联系密切 比如说意大利是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超过2万3千人在这场瘟疫中死亡 2019年意大利曾经不顾盟友的警告 加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甚至允许中国的警察在意大利的街道上巡逻 而对于厄瓜多尔这个赤道上依赖石油的国家来说 来自中国的订单很有吸引力 因此厄瓜多尔也似乎自然地与中共发生了联系 2010年厄瓜多尔依靠来自中国的贷款和人员 开始建设该国最大的能源项目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 原本是希望这座水电站能为该国提供三分之一的电力 来帮助其摆脱贫困 但是事与愿违 该项目给厄瓜多尔带来了一场灾难 水电站坐落在一座火火山下 由于使用了劣质的钢材出现了机械裂缝 当工程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启动满负荷发电时 立刻发生了故障 导致电网短路 全国大面积的停电 尽管如此 厄瓜多尔还是需要偿还中共190亿美元的债务 这是建设大坝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费用 中共希望厄瓜多尔用其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石油 来偿还这笔债务 目前 中共掌握了厄瓜多尔80%的出口石油 并且以折扣价获得石油 然后再出售 来获取额外的利润 外界称 中共的贷款行为是债务外交 近年来 中共向发展中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来帮助这些国家兴建超出其财政能力的基础设施项目 当他们无法偿还债务时 中共就提出 用这些国家的关键资产来抵债 对厄瓜多尔来说 中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债主 厄瓜多尔不仅免除了对中国游客的签证要求 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中共政权 2015年 在厄瓜多尔中共使馆的压力下 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当地的演出 在开演的前一个星期被迫取消 神韵是以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形式 致力于恢复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其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艺术表现 享誉全球 但是中共持续地在全球干扰神韵的演出 另外 中共还资助了厄瓜多尔 建立了国家应急体系 这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监控体系 包括4500个摄像头和16个区域响应中心 这个监控系统主要是由华为和中共国有控股公司 参与建设的 2016年 习近平参观了这个监控系统的总部 并且称赞两国的关系 以及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取得的所谓 显著成就 当疫情爆发后 厄瓜多尔迅速成为拉美地区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